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样的 也就是朱立伦第一 蔡英文第二 宋楚瑜第三 他们的交锋情况如何呢 我们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这是投票日之前 三位候选人最后一次同台交手 七天之后 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要当选了 在第一轮发言的一开始 朱立伦就提出 选后应该由台立法机构的多数党组建行政团队 因为目前台湾经济情势比较悲观 台湾不容许有长达四个月的空窗期 蔡主席直觉反应就说 这个是叫做选举操作 但是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 这可能是蔡主席不愿意承担 如果民进党不愿意承担 拜托大家 1月16号就票投国民党 票投朱立伦 同时朱立伦提出自己和蔡英文有十大不同 包括两岸防务 能源 外事 经贸 以及五项民生政策 即调涨薪资 是否开放韩寿肉精美猪进口 社会住宅 健康照护和年金改革 我们在两岸上最明显的 朱立伦提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蔡主席到底承不承认九二共识 我相信蔡主席的答案 不但闪烁最后变成九二共识是一个选项 那请问蔡主席您的选项是什么 而蔡英文在第一轮发言中只谈族群团结政策 完全不理睬朱立伦的质疑 到了第二轮才一次性回应 两岸 能源 经贸 外事 美猪这五大议题 在两岸部分 蔡英文继续强调不挑衅 无意外 首先是九二共识 民进党没有否认1992年 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 也认同双方秉持相互谅解 求同诚意 让两岸关系往前推进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来寻求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 有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互动之道 我不会挑衅 也不会有意外 而对寻后多数党组建行政团队的问题 蔡英文表示 会邀请各政党一起会商 共同维持选后四个月的稳定 也将立即组成所谓政权交接小组 建立和马当局之间 重大政策的协调机制 最后他还是质疑 朱立伦是选举操作 至于宋楚瑜则是继续批评 国民党与民进党 到选前最后关头还在吵 对朱立伦与蔡英文都谈到 选后这么长的空窗期 宋楚瑜暗讽 这不就是你们两个党相互算计弄出来的问题吗 听到国民党提出来 要多数党组阁 我就可以感受出来 国民党已经为战 已经晓得它不能够变成多数党了 同样的民进党对这个问题 当时却没有去把关 民进党也失掉它应该有的在野党的责任 在昨天晚上的证件发表会上 朱立伦日前抛出的要在选举后 由新一届台立法机构里的多数党来组行政团队的议题 也成为证件会上一大攻防重点 朱立伦为什么要抛出这样一个议题 蔡英文又为何要排斥这个议题 而他又和满英九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朱立伦借机喊话要冲高自家民代席次 不过听到这一议题 蔡英文突然提高音量反问媒体 平平追问蔡英文如此敏感在考虑什么 据台湾媒体报道 由多数党组行政团队 满英九并不是说说而已 从2005年起他就曾多次表态 多数组阁的意思呢 是释出组阁权 让多数党或者是多数的联盟来组阁 一位熟悉满英九想法的国民党高层表示 这一项是满英九的主张 蔡英文现在直接拒绝 等于关上协商大门 这也意味着即使选举后 台立法机构中民进党席次过半 也不愿马上组建行政团队 将导致现有行政团队总辞后 不得不看守到满英九任期结束 造成政务空转足足四个月 关于昨天的最后一场证件会 岛内民众和舆论对于三位候选人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现在就来连线铸台的记者叶清林 来听听他来自台北的观察 清林你好 好的紫乔 就昨天晚上这场最中场的电视政店发表会 今天台湾联合报的这个标题 焦点版的标题叫 蔡罕团结朱笔政策 送推台湾加法 报纸说三人各自表述 政策是依然没有交集 那么就策略的攻防方面 朱立伦是直接点出 他的政见有十大跟蔡英文的不同 那么蔡英文则是诉求说要团结的是整个台湾 甚至她在整个阐述里头说 要确保省级矛盾 她上台之后要从此消失 并且在阐述里向台湾的少数民族道歉 向民进党做得不好 导致这个省级矛盾 省级撕裂来表示歉意 那宋楚瑜则是认为 两党一直在推拖拉 导致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差 他认为两个人政见说得再漂亮 但是未必能够实行得了 那么除了像是关于美珠进口的问题 关于这个选后空窗期要怎么处置的问题 等等的交锋之外 今天台湾媒体相当大的版面 来关注蔡英文昨天晚上 关于九二共识的这个表态 联合报是整版在报道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她把历次蔡英文 关于这九二共识的一个表述 跟表态的详细列出来 比如说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就是15年前 蔡英文还在担任台行政机构 负职负责的时候 完全否认九二共识当时的一个情形 另外在去年12月25号 第一场政见发表会上 蔡英文是提出来说 民进党没有否认 1992年两岸会谈的一个历史事实 也认同当年双方都秉持着互相谅解的精神 求同诚意 但是仅仅过了两天 在12月27号的辩论会上 蔡英文又挽回收了一些 她说九二共识不是台湾唯一的选项 那在昨天的这个政见发表会上 她又回到了第一场政见发表会上的三原则 其中的两点 一个是不挑衅 一个是不产生意外 但是蔡英文说九二共识并不等同于台湾共识 就此啊 今天联合报的评论的标题就认为说 诠释九二共识 蔡英文何须舍尽求远呢 因为大家看到蔡英文就九二共识问题上呢 是反反复复的 进一步又退两步 现在距离投票只有七天的时间了 尽管蔡英文自己认为说 她是秉承一贯的立场维持现状 可是对于大多数的台湾民众来说 依然认为她是表述的 太过模糊的 那望报的观点就直接点出来说 九二共识仍然是两岸的关键钥匙 认为蔡英文现在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 只是策略上为了胜选的考量 无论最后的这个选举结果如何 蔡英文都要面对九二共识的问题 对于九二共识这把现成的 可以解开两岸问题的关键钥匙 干嘛要弃之不用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今天是2016选前的黄金周末 蓝绿两党都进行大规模的造势活动 蔡是全台大扫街 朱是天王来催票 今天蓝营会在台北举行一个 十万人的大游行 兵分三路由天王来领队 要走遍台北的主要街道 第一队是由马英九来挂帅 陪着朱立伦跟王如玄 叫做团结队 那么另外一队就由国民党内的 三个超级女将 一个是满酒夫人周美清 一位是洪秀柱 一位是朱立伦的夫人高婉茜 他们叫做爱的力量队 那么另外一队是由台立法机构的 负责人王金平和台当局 副职领导人吴敦义来带队 叫做团结队 那么三队最后会在自由广场 来会合进行大规模的集会 另外今天蔡英文 则是会从屏东的封港的老家 来出门进行全台的大扫街活动 晚上会在高雄 进行大规模的造势晚会 另外宋楚瑜则是选择 原台湾省政府的所在地 南投县的中心新村 来进行一个音乐会 力图来唤醒大家对他这位 有能力老省长的一个回忆 那么就今天台北这场 有三个看点 第一个是满酒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另外一个是 这位超级省化姐 酷酷嫂周美清 会说出像上次一样 令人感动的话语吗 还有一点是 南部的猪农 会带着活猪来参加游行 以此来力挺朱立伦的政策 来反对蔡英文要开放 寒寿金的美猪来到台湾 那么至于这三场的造势活动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和效果 今天晚上十点 海峡新干线 我们会有详细的解读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紫桥 好 谢谢清零的观察报道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示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 更丰富的连岸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 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微信公众号的互动抽奖环节 也将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 是正式上线 台北故宫博物院 以及台湾竞选小文创等 非常具有台湾特色的小礼品 等你来拿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头条热搜环节 由本栏目和国内领先的 网络推荐引擎产品 今日头条合作 为您盘点一周 有关连岸国际和军事的 新闻点击排行榜 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的订阅号 收理头条新闻 回顾一周热点 首先来关注 连岸排行榜前三位的新闻 名列第一位的报道是 蔡英文不接受 九二共识问题很严重 在台湾2016选举的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上 两岸政见是重中之重 民进党2016候选人蔡英文认为 九二共识只是一个选项 不是唯一的选项 这就表明 蔡英文在闪躲九二共识议题 一厢情愿的期盼 两岸坐下来谈 自认为只要诚意沟通 相信两岸关系可维持稳定 其实我们都知道 九二共识一向是 连岸协商与交流的不可或缺的互信基础 蔡英文若不接受九二共识 势必会危及 两岸关系和平稳定 将使台湾人民与两岸关系陷入困境与危机 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 那名列第二位的新闻 也是和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有关 马英九方面猛批蔡英文两岸论述 倒退一万步 在1月2号举行的第二场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上 蔡英文表示要建立对外沟通机制 和大陆有可以沟通的管道 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陈以信就表示 这是倒退一万步 蔡英文非常荒谬 不知今夕是何夕 陈以信说 马英九执政七年多来 两岸沟通制度化进程早已是突飞猛进 两岸领导人去年11月7号 在新加坡举行会面 获得了高度的肯定 没想到蔡英文现在竟想倒退一万步 只说要和大陆建立可以沟通的管道 难道蔡英文是要让两岸关系 历时倒退16年 重回2000年的中断状态 甚至是让两岸交流 退回到当年只有简陋的小三通的时代吗 那名列第三位的新闻是 马英九发表任内的最后一次元旦文告 称九二共识就是联岸共识 1月1号 马英九以八年新革台湾升革为题 发表2016年的元旦谈话 这也是马英九任内的最后一次元旦致辞 致辞中 马英九信述了这七年多来取得的三个关键成果 首先是摆脱了过去沉水扁时期麻烦制造者的形象 其次是 联岸从冲突热点转变为和平大道 第三则是 照顾弱势实现公益 随后 马英九也提出他的三个提醒 分别是 希望联岸政策能够延续实践七年来 证明务实有效的正确方向 维持现状已经是台湾共识 举二共识是联岸交流的基础 也就是联岸共识 有人要维持现状又不愿意承认绝而共识 这种矛盾态度罔顾现实 对现状的挑战更可能被认为是挑衅 马英九希望接任者不要辜负他的苦心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国际军事新闻排行榜前三位的新闻 在过去的一周当中 国际局势是纷繁复杂 首先呢 名列第一位的新闻是 朝鲜宣布成功进行首次清淡试验 朝鲜政府1月6号发表声明 宣布成功进行首次清淡试验 声明称 朝鲜进行的清淡试验 是为应对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 日益增加的核威胁 彻底保卫朝鲜自主权 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地区安全的自卫性措施 只要美国不根绝敌视朝鲜政策 朝鲜绝不会停止核开发 也不会弃核 朝鲜居民将会不断强化核恶之力 对于此次朝鲜核试验 国际社会普遍表示反对 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 联合国案例会6号举行紧急会议 会议同意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 而美国白宫则认为 初步分析未能证明朝鲜成功进行清淡试验说法 那名列第二位的新闻是 沙特伊朗断交危机 中东局势骤然紧张 1月2号 沙特阿拉伯尔恐怖主义罪名 处决了包括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在内的47人 此举激怒了以什叶派穆斯林占主导的伊朗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 沙特将面临神圣报复 紧接着沙特驻伊朗大使馆遭到伊朗民众的袭击 而作为对大使馆遭遇袭击的回应 沙特方面宣布与伊朗断交 并要求伊朗外交官在48小时内从沙特撤出 随后巴林 阿联酋等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国家 也宣布与伊朗断交或者是降低外交级别 沙特则宣布 他们还将切断与伊朗的航空交通联系 以及一切同伊朗的商业往来 两大阵营对立导致中东局势骤然紧张 俄罗斯表示 他愿意担任帮助两国解决纠纷的调停人 至于他们会不会听俄罗斯大哥的话 接下来还有的巧 那名列世界排行榜第三位的是一篇观察文章 中国将用这个狠招卡死日本的国本未来 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是中国出口亚洲多国的SR5型模块化火箭炮 该型火箭炮可以发射122毫米 220毫米和300毫米的多种精确制导火箭弹 并可以在两分钟内一次齐射完毕 并在五分钟内完成再一次装填 并准备好下一次发射 据了解 目前中国在火箭炮技术上已经实现了一记绝尘 并拿下了2008年之后世界火箭炮出口合同中的52%的市场份额 有报道认为这一状况甚至可能让一些国家的国本都发生动摇 而其中最不安的就是中国的邻居日本了 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报告显示 在高端科技工业品和产品服务的出口方面 日本所占的市场份额从2000年的26% 遗落千丈至2014年的不足8% 而中国则从1999年的9%上升至前年的44% 日本甚至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 好 今天的头条热搜环节就是这样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的订阅号 好 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费城当地时间的1月7号晚 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一名枪手拦下一辆警车 并朝车内的警察射击 导致警察严重受伤 该枪手已经被捕 警方8号说 该枪手自称是效忠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费城警方说 该名枪手名叫爱德华阿彻 现年30岁 7号晚 阿彻在费城街道上叫停一辆警车 并向车内的警察 杰西哈特尼特开枪射击 共开了至少13枪 哈特尼特立即予以还击 至少击中阿彻三次 此后阿彻在逃跑途中被警方抓获 哈特尼特严重受伤 但是经过抢救后 目前情况稳定 费城警察局局长理查德罗斯 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称 阿彻被抓获后 向警方表示 他已效忠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据阿彻交代 他之所以持枪射击警察 是因为警察局所维护的法律 违反了伊斯兰教义 而他所持有的枪支 则是他于2013年 在一位警察的家中偷盗所得 这是美国近期又一起 因受极端思想影响 而发生的袭击事件 去年12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圣贝纳迪诺市 一所残障康复中心 发生的枪击事件 导致14人死亡 21人受伤 两名嫌疑人被指 因受到极端思想的煽动 而发动袭击 据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 埃及鸿海海滨旅游城市 胡尔加达的一家旅馆 当地时间的1月8号 遭到两名极端凤子袭击 三名外国游客受伤 埃及警方的消息称 袭击发生在 胡尔加达市中心 一家主要接待 外国游客的旅馆 极端分子使用了刀具等武器 警方随后击毙了一名袭击者 将另一人打成重伤 迄今尚无任何组织宣称 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埃及警方在声明中说 共有三名游客受伤 分别是两名奥地利人 和一名瑞典人 7号 埃及吉萨金字塔附近的 一家旅店遭抢手袭击 旅店的门窗和附近一辆客车受损 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8号 效忠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 耶路撒冷支持者 通过社交网站宣称 制造了这一事件 并称袭击针对犹太游客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示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 更丰富的连岸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微信公众号的互动抽奖环节 也将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 是正式上线 台北故宫博物院 以及台湾竞选小文创等 非常具有台湾特色的小礼品 等你来拿 好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见 1月8号的上午 2015年第四季度 两岸消费者信心指数 在北京发布 结果显示 对比上季度的数据 大陆地区消费者信心 出现了回暖的迹象 而台湾地区各项信心指数 是全面下跌 这表达了台湾民众 对于未来经济情况的担忧 两岸间按每季度调查一次 分别以经济发展 就业 物价 生活水平 购房 投资等六项指标为基准 调查一个地区的民众 对于经济情况的感受和预期 调查以200分为满分 指数超过100 则表示有信心 反之则信心不足 本次公布的2015第四季度 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大陆101.6 香港83.0 澳门87.35 台湾83.79 其中只有大陆民众 对未来经济表达了有信心 而其余地区则较为悲观 而与第三季度相比 大陆地区升幅最为明显 台湾地区的指数则是全面下降 调查结果显示 台湾民众对于投资转为悲观 最担忧的仍然是物价水准 和经济发展状况 从我们六七年以来的 对消费者信心的调查的情况来看 中国大陆消费者 在总指数方面 绝大多数的季度 都是出于100以上的 这么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状态 台湾物价是两岸4D中间 相对最平稳最OK的 但是台湾民众还是对物价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薪资没有涨 谢邦昌教授还指出 在全球低利率低膨胀 和低出口成长的背景下 四地区唯有大陆民众能保持乐观信心 充分表明了中国大陆越来越成为大中华区 乃至亚洲经济发展的领航者 而相对的 台湾经济持续低迷 究其原因是其经济形态越来越封闭 这也是台湾经济的最大困境 两岸之间贸易的益存度越来越高 但是台湾相对于还是比较封锁 那以这个来讲 台湾更需要open 台湾需要对中国大陆open 对世界open 台湾金龙的龙猫公车站爆红以后 现在又有了龙猫火车 昨天龙猫火车在金龙七读铁道公园新亮相 四节车厢以宫崎骏卡通里的龙猫公交车为主体 在夜晚昏黄的灯光下 还真的很像动画片里 龙猫公交车神出鬼没的样子 小朋友看到龙猫公车大头 马上冲上前合照 车身旁边还画有小魔女 全都是宫崎骏的经典角色 到了夜晚 在昏黄灯光下 看起来还真像动画里的龙猫公车 神出鬼没的感觉 大大的眼睛与裂嘴笑的可爱模样 跟动画里一模一样 只是原本是巴士 在这里是四节的火车 在基隆七读铁道公园 8号开始龙猫火车正式亮相 不少小朋友都敢来拍照 不过这不是第一次在基隆看到龙猫的身影 之前在中正公园也有龙猫公车站 圆滚滚的龙猫站在屋檐下 等公车吸引不少游客 让基隆七读正光里里长有了灵感 努力了三个月搜寻到这位神秘的画家 他也跟他配合的一起想法都已经融入进来 所以说我在选择在一个有车站 无火车头的铁道公园来规划这件事情 找到画龙猫公车站的神秘画家 用生动传神的画风 为基隆火车站增加亮点 斯里兰卡日前发现了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大的星光蓝宝石 这枚宝石重达1404.49克拉 估计价值在1亿美元左右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据当地媒体近日报道 这枚星光蓝宝石是早前在斯里兰卡南部 素有宝石城之称的拉特纳普拉被发现的 它重达1404.49克拉 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星光蓝宝石 专业人士认为 这枚宝石应至少估价1亿美元 有望以1亿7500万美元售出 宝石目前的主人拒绝暴露身份 他为这枚宝石取名阿丹之星 并称自己当时仅仅怀疑它是世界最大 便冒险收购了 斯里兰卡盛产蓝宝石 红宝石等名贵宝石 其中星光蓝宝石因其顶部 会呈现出六道星王而得名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 海峡舞报 以及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 海峡新展现 我是紫乔 下期见